欢迎走进纽约会客室 今天的嘉宾是从事成人钢琴教育的吴野 欢迎吴野 主持人好 大家好 吴野是00后 就是今年刚刚才23岁 之前是在旧金山的音乐学院 学钢琴演奏专业 但是后来因为手受伤了 不得已退学 之后就选择来到纽约 在福特汉姆大学 学习数学和经济学 为什么做这样的选择和决定 但同时你马上也开始了 成员的钢琴教育 跟我们说一说你当时的计划 对 因为当时手受伤的时候 其实内心还是比较挣扎的 做了退学这个决定 因为当时我的音乐教授也在旧金山给我请了很好的主治医生 但是说的是要面临两到三年的保守治疗 有一点不太能承受这个时间线了 就是说这两到三年的时间 你是基本上不能弹琴的吧 需要做慢慢的手指恢复 不能有演奏那么大的每天四到五个小时的巨大压力的练习了 为什么 其实我刚开始回到纽约 我录取的是社会学专业 因为实在是空了很多两到三年的时间 没有学习数学与经济这么一个内容 但是当时是由我姐姐的建议 因为她知道我以前就很喜欢看经济新闻 然后就说不妨你先转到经济学 如果成绩不好 咱们再另做打算 刚开始回了以后 就是恶补功课 后来发现成绩还不错 我就想着要不要再加一个数学专业 所以就现在数学和经济一起 其实然后在学校还有一个音乐的辅修专业 对 作为一个minor也在继续学习 为什么在那个时候会要想到 进入成人钢琴教育的领域 因为作为你来说 其实因为之前学音乐的专业院校 它主要的我们说学习内容 还是在钢琴演奏上 对 文化课对于你来说 本来就是一种压力了 那你为什么要在念书的同时 还要再来做这样一件事呢 其实刚开始 刚退出演奏 这个算是彻底退出 这个演奏行业的时候 是不太短时间内 不太愿意继续接触钢琴了 在那么一段时间 大概有多长时间 四五个月左右 四五个月 对 然后后面 也算是我朋友的一些建议 他就觉得我不应该彻底丢掉钢琴 我在旧金山主要教的是小孩子 但是在这边我觉得 我可能已经没有那一份精力 然后可能也没有 主要其实还是精力不够 然后我就会选择承认钢琴教育这条道路 刚开始也是因为我做小红书的账号 然后刚开始有第一个学生 其实我也是非常紧张的 我以前在旧金山没有教过成年人 后面我发现有很多在这边上班的 无论是在投资银行 还是各行各业的成年人 他们有的小时候学过 长大因为工作忙碌 放弃了钢琴 有的是完全没有基础 对钢琴感兴趣 这一部分人群 他们一般不会愿意接触传统 比较枯燥的音乐练习 我会更多的是根据他们的需求 他们喜欢什么曲子 他们每天能接受多少练习时间 我会根据他们的需求 去做一个定制化的学习 这样子他们也会没有压力 而且会更有兴趣 当然是这个样子 你的学生都是些 你刚刚说了他们的工作 那他们的族裔背景都是华人吗 对基本上都是女孩子 然后都是华人 对然后基本是在 投资银行的会比较多 对工作压力也非常大 他们很多时间 更多的是需要一个兴趣爱好 来分散他们的工作压力 他们的年龄层呢 25到30 最小的也比我大 对也是在研究生左右 马上要毕业的那一种 那你现在每天会花 多长的时间来教学生呢 工作日的话 基本上是三个小时左右 周六日可能会更多 基本上从早上九点左右 一直到晚上的五六点 会不间断的教学 但是你还有自己的功课 还要上学 是的 所以基本上算是 没什么时间休息 但是你对于你现在的状态 你满意吗 你觉得 算是一个非常充实 我觉得也算是 自己的最佳状态了吧 在这在这几年里 是因为你又能够继续从事 钢琴没有放弃 另外一方面 你也在学习一些新的知识和技能 那对于你来说 数学和经济学 你当你开始这个专业学习的时候 你觉得 它是否给了你一种不样的视角 去看待钢琴 其实数学和音乐 在我看来本身也是有很大联系的 因为在历史上很多数学家 他同样也非常的精通音乐 因为音乐 其实也算是感性和理性的结合 你既需要像数学那样子的理性 但是在情感方面 你又需要做到一些共鸣 不然你的音乐会听上去 有一些枯燥 当然数学也会给予音乐 极大的严谨性 因为我们想表现音乐性的前提是 我们把谱子上的所有 作曲家 想让我们表达出来的东西 需要先做到 其次才是我们的个人情感 会有一个先后顺序 然后音乐 同样在数学方面 也会给我一些启发 因为我现在的专业 一般对口的会是投资方面的 这需要大量的数学和经济知识 然后其实有一个投资人的话 我非常的喜欢 其实做投资与做并购 更像是一门艺术 他需要对数字绝对的敏感 但同时也需要一种感性里面 对于市场的预知的判断 所以音乐其实是一个 严谨同时又自由的东西 我相信对于数学同时也一样 你需要严谨的思路 但是同时你也需要一些创造性 而且从学音乐的过程当中 其实它也是非常锻炼 和数学共同的这种逻辑思维能力 尤其是你在学这个阅理知识 和这个五线谱的时候 它很多时候你说吧 它其实就是这种数字 逻辑思维能力 然后你看到乐谱在手中的反应 其实它对于这种 我们说和这个数学一样的 这种逻辑思维能力 它是有一个非常强的锻炼的 没错 那在你看来 就是因为你刚刚说 现在就是教小孩 你觉得压力太大 那成人的话相对来说会好一些 那你跟我们说说这种成人钢琴教育和这个儿童钢琴教育的区别 在你看来有哪些 没有问题 我觉得在我旧金山音乐学院的时候主要面对的是儿童教育 那么你将同时的既要跟孩子做一些单方面的沟通 对家长也要做一方面沟通 然后呢 如果是成人的话 会沟通来说更需要花费的时间会更少一点 相对简单 相比于儿童教育 成年人对于钢琴更多的是兴趣上的培养 而如果你对儿童教育呢 你更多的是要对他有一个很长时间线上的规划 短则三到五年 长则五到八年 甚至更久了 但是呢 承认他更多的是一个放松以及解压方面 而且就是大家经历相似年龄相仿 因为你们都是留学生嘛 大部分可能就是留学之后在这边工作 有过有些有过学钢琴的基础 有些或许没有 但是作为你来说 可能你能够从一个比较不是说专业培养小孩 他可能以后有各种各样的需求 这么强压力的这种方向下去教他们钢琴 而且我有看到你在你的社交媒体上 其实有很多流行歌曲的演奏 我相信这个呢 也应该是我们说这个成人学习钢琴 他们比较喜欢的一个方向 因为其实对于很多 尤其是没有钢琴基础的人来说 可能谈一些大的曲目啊 古典的曲目太难 但是如果能谈一些朗朗上口的 我们大家非常熟悉的一些旋律 因为有些人还能够自弹自唱 比如说一些流行歌曲 那其实他就达到了一种真正的 又能够享受音乐 又能够解压这么一个方式 没错 其实我在社交媒体上录的那些流行曲目 基本上都是比如每一次课后 教完学生 我会问 我最近好像不知道录什么了 然后说你喜欢什么 其实基本上都是他们喜欢的曲目 然后你刚刚说的也没有错 因为一首完整的古典曲目 对于很多成年人来说 压力是非常大的 太难了 对 像有一些十分钟的曲目 甚至可能专业生来说 他都会要花费几个月 甚至更久的时间去打磨 对 但是成年人呢 他更多的是需要一个 不断地完成一首曲子后 自己的喜悦 自己能够弹 自己能够唱了 这会给他们更多的动力 而且我觉得像这样的这种流行歌曲 他用这种钢琴的旋律来演奏的话 其实他的韵律和韵味又是不一样的 他的音乐性也是不一样的 是的 其实呢 我有时候也会把古典音乐的技巧 和流行音乐相结合 流行音乐他们的音符上 普面上不会像古典音乐那么复杂 但是呢 古典音乐有一些专业上的技巧 放在流行音乐 又会非常的好听 比如说有一些歌词唱的 可能这里强一点 那里弱一点 我们钢琴上 同样也能很细致地去表达它 其实对于你来说 现在来做成人钢琴教育 是你不得已离开钢琴之后 做的一种 可以说是当下这种情况下 最优的一种选择 既不放弃钢琴 同时呢 也能够做一些和钢琴相关的 能够汇集社会和他人的一些事情 那在你的人生经历当中 其实也曾经有过同样的放下 或者是离开钢琴的时候 那时候是13岁 你刚刚来美国留学 停了两年的钢琴 是什么原因让你后来又捡回去 其实钢琴到目前为止 它是一个让我可以心安的 一个老朋友吧 算是 可以说是恋人 可以说是朋友 就是他 我想到他的时候 他得再 刚开始放弃了两年 是因为语言环境 而且在寄宿家庭 不允许有这么一个 没有条件 没有条件 对 刚刚是也买了一个很小的键盘 偶尔自己可以弹一弹 后面捡琴的是因为 英语逐渐的已经熟练了起来 功课压力也小了一些 有一次是偶然的聚会 他们都知道我弹琴 然后说吴野 你要不要上去弹一首 我弹完 他们说你现在还有在学吗 我其实已经有一两年没有学了 然后我们有一位老师就说 本地有一个琴行 我认识一位老师 也就是其实 她也是算是对我人生中 非常重要的一个人了 到现在也一直联系着 是一个俄罗斯老太太 后面我就一直跟着她学习 她对我考入音乐学院的帮助 也非常的大 我们把这个故事留到下面段再说 还因为时间的关系 我们先休息一下 欢迎回到纽约会客室 那吴野 你刚刚说就是对于钢琴 你觉得他又像个老朋友 又像是恋人 至少是你想起他的时候 他得在 你想弹的时候 你得弹 那我们可以把它理解为 他已经成为你生活中的一部分 或者说你生命当中的一部分 那对于你来说 这个钢琴之路 最初是如何开始的呢 其实那时候是我刚上小学一年级 学校旁边开了一家乐器店 然后我进去 我母亲让我去玩一玩 看看哪一个感兴趣 我试了一圈 其实最开始我是喜欢古针 然后我母亲说 能不能换一个 她觉得可能古针比较适合女孩 女孩子 对 很优雅 然后我后面说 我碰了一架钢琴 我说妈妈我想学一下这个 她刚开始觉得我三分钟热度 她说你要是能坚持下来弹一年 我就给你买一架钢琴 我记得当时是乐器店 我有老师 然后刚开始二楼租钢琴 每一小时五毛钱 对 我每次放学会去练一个小时 就这么坚持了一年 我母亲说居然还在学 然后我这样就 开始了学琴之路吧 算是正式的 也有了人生中自己的第一架钢琴 然后刚开始算是非常的顺利 三年左右就把业余考级全部考完了 同时也参加了一些 大大小小的一些赛事 算是对于钢琴有了一些初步的自信 因为也算是第一次在某一项事情上 似乎有了 有了成功的感觉 对 然后到后面呢 我们去 我母亲又带我去武汉 武汉音乐学院学习 后面又去中央音乐学院学习 但是不久呢 就出国了 出国了 对 然后呢 就暂时搁置了一段时间 刚刚你有说到 就是来到美国之后 因为遇到了后来的这位导师 所以你得以重回钢琴之路 但是其实就是像你当年在学校旁边弹琴一样 在美国你也没有钢琴 你要学琴的话 我们都知道如果要考专业院校 那每天至少要四五个小时的练习 没错 那你是如何克服这些困难的呢 其实当时很多人觉得这是一项 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对 因为当时我在自己的住家的小房间里 仍然只有一个键盘 但是我的俄罗斯老太太知道了 我又想考音乐学院 算是一个小梦想吧 她也非常的支持 你当时怎么就想要考音乐学院了呢 其实当时也是一个机缘巧合 我们高中每一个人都会有几天的假期 可以去做一个school visit 就是看哪一所大学自己可能想去 当时我和朋友一起去了旧金山 我们去了UC Berkeley 去了Stanford 然后偶然我们在旧金山的城区里 我看到有一个音乐学院 然后呢 我就进去看了一看 当时就想 也是朋友说 想不想考一下音乐学院 我当时也就当句玩笑话吧 我说没准可以试一试呢 然后呢 在美国高中升大学的过程中 我的音乐学院升了无所 我的大学升了无所 其实当时直到最后一刻 我都不确定自己能否被录取 也是最后一个斟酌中选择去了音乐学院 算是这样一个过程 那你当时做这个决定的时候 家里有没有给你什么样的意见 因为我觉得对于你的经历和其他来学音乐学院的学生不太一样 其他他可能是从小他就很坚定的目标 我一定要上音乐学院 但是你是直到申请大学那一刻 你自己其实都不确定 我是不是要走这个专业道路 其实我当时也是想 我是一个比较倔的人 当身边有些人觉得不可能的时候 我就是想试一试 我觉得如果失败其实也没有什么 因为我自认为我也可以当业余里弹得最好的 对 当时旧金山音乐学院 其实他一直在五月底才正式的给我发了录取信 当时我一直在wait list上面 而如果他再不录 我可能也就去大学了 对 其实当时也是一个很忐忑也算是 那你会不会也有时候也觉得 其实《命运》它有时候也是就是挺怎么说呢 就挺给你造成挑战的 你说你在读大学的时候 好不容易选择了音乐学院 但是后来因为手伤你又不得不退学 当时非常的不知道怎么形容那个心情 就是老天为什么要这么对我 就是因为我也知道在最后的高中最后那一年半的时间 我花了多少努力 每天在琴行的地下室熬到关门才走 因为我知道回家就没有琴可以练了 然后当时的老太太也给予了我非常大的帮助 然后如果就这么的让我不能走演奏专业了 我会难过和愤怒的情绪其实都有 但当时又不得不进行妥协 因为我知道我的状态就算走可能也走不了多远了 算是这么一个 当时的手伤是怎么造成的呢 其实当时是16岁准备一个美国的全国比赛的时候 当时在复赛比完 其实左手已经有一点疼 但我刚开始隐瞒了这个情况 因为好不容易拿到了总决赛的资格 我想着等比赛比完再进行治疗应该也不迟吧 当时疼就一直用冷水 然后用膏药抹一抹 自己就应付过去了 但是其实在总决赛当天我演杂了 那是我人生中算是演得最杂的一次比赛了 当时在台上没哭 但是一跑到后台哭得稀里哗啦的 当时我的高中的好朋友 陪我去华盛顿参加了总决赛 那也是他第一次看到我这么的狼狈吧 算是 但是呢 然后比完赛就回国进行治疗了 当时的医生说 你已经这个情况 基本上你不能再高压力的去弹琴 或者做剧烈运动了 所以我也不得不放弃 跟了我很多年的网球 然后呢钢琴保守的在弹 但是也不敢说像以前那样子 一直弹到半夜或者怎么样了 然后到了读这个大学的时候 因为要专业训练课程 所以导致这个手伤更为严重是吗 对因为其实当时16岁是第一次真正的去治疗 在考音乐学院前夕 我的左手又出问题了 对又进行了一次非常小的手术 在耶鲁大学 当时是食指感染了 然后我有被迫一个多月又没有练琴 当时其实已经是非常的迫在眉睫的状态 因为当时要录作品集 要准备面试 所以其实当时就想 不会就没了吧 这个音乐学院不会就上不了了吧 但是最后算是比较极限的完成了这么一个任务 对但是到了音乐学院以后 老太太给我们每个她的学生布置的任务又非常的繁重 除了我们要完成功课 基本上是至少要保证五个小时左右的练琴时间 我算是完成的磕磕绊绊 但是其实她也不知道我手受伤的情况 直到最后我实在是谈不了了 跟她坦白了 她其实也非常的能理解 但是后面她给出的 她的医生给出的这个治疗时间 的确实在是承受不起了 两到三年 两到三年太久了 对当时跟我同期的 有两位同级的学生 也因为伤病不得不退出音乐学院 所以你看就是做什么 艺术也是这样 其实运动员也是这样 很多时候就是有时候 因为你的身体已经用到了极致 已经不能再承受 所以不能不得不把这么多年辛苦的付出 然后放下重新开始其他的选择 但是我相信对于你来说 因为我们说在一件事情上 就像你说的 你找到了成功的感觉 你做到极致 你就知道了这种权力以赴的重要性 以及是这种 我们说付出之后 必定会有收获的这种人生的状态 就是一个成功者的一个状态 你具备这样的素质 所以你在以后人生的道路上 无论做什么 我相信你都会拿出练琴这样的耐力 精神 勇气去面对你的生活 可能现在只是人生 人生当中暂时的一个 我们说一个小的一个困难 但是你看 你马上就用你这种不屈不挠的这种精神 开辟了另外一条音乐之路 现在对于你来说 就像你说的 你觉得这是你这几年当中 最好的一个人生状态 我觉得第一是 你又能够实现音乐梦想 第二个呢 你可能在这种自己可以承受 可以附和的这种钢琴训练之下 你享受音乐 同时你又能够在数学经济学 你曾经感兴趣的领域 有所长进或者能够继续学习 这对你来说可能命运的安排 也就是这样了 对不对 对算是 因为我现在一直也跟我朋友说 因为以前我做事 讲究的是感觉一定要纯粹 就是如果我选择了钢琴 我一定要走到底或者怎么样 但我现在就说 我可以是学数学里面 钢琴弹得最好的 钢琴里面对数学 对经济又是懂得最多的 然后现在其实我 我觉得我更愿意去接受 多种事情的一种融合的状态 愿意去多尝试一些新事物 在我音乐学院的时候 我不敢相信我现在 会在这里学数学学经济 然后会喜欢股票 会喜欢投资这一类事情 这是我几年前不敢想的 可能也不会接受 但现在其实我非常享受 这么一种状态 钢琴以另外一种身份状态 在陪伴着我吧 而且它能够不停地开拓 你的思维和视野 让你对音乐也有一个 全新的了解 因为尤其是在美国 其实它每个学科之间 你说它没有关联性 其实有关联性 而且它的各个学科 它跟这种 我们说它最基础的科研和研究 是非常紧密相连的 所以我相信 无论你是学数学 还是经济或者是钢琴 其实都是让你在这个专业领域 有了一个全面接触 大开眼界的这么一个过程 那你的知识面 你所接触的东西 你的想法 它会是一个多维度的 是的 肯定跟只学数学 或者只学音乐的人 你看待事物的问题 是不一样的 对 其实以前在学习演奏的时候 大家可能普遍地会认为 我们一定是每天 没日没夜地在练琴 其实也不是 在音乐学院的时候 我们同样会学习 少量的经济 经济知识 然后创业知识 非常大的文献阅读能力 也多亏了这个能力 让我回到了数学和经济专业以后 没有非常的狼狈 适应得比较快 同时在演奏专业的时候 你也需要具备在琴行里 好四五个小时 然后同时反复地钻研 一个问题的这么一个能力 在学数学和经济的时候 同样运用到了 所以其实是一个 相处相成的过程 其实它是一种 谢谢你 谢谢你 谢谢你